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父子子孝 兄爱地尽 六顺也 那么说顺 说逆 都说得非常具体 这是儒家所说的 佛家则说得更深 说得更透彻 佛家是以法性为标准 佛家则是以道德仁义理为标准 这是我们一般讲的这个事法跟处事法 差别了在这个地方 人能够顺事法 得世间佛报 能顺发信的 那得出世间无比的佛报 出世间佛讲的太多太多了 这个我们要懂得 出世间不利世间 决定包括世间 但是世间法不能包括出世间 这个里头有秦深光霞的差别 广能报霞 身能报钱 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 佛陀常常教导我们 修行的根本是三伏六合 这是大根大本 三伏黎明是一句 我们能够随顺 这是向道 向菩提大道 如果我们违逆了 不但这个世间善法 不能成就 往往多在三土 这些离思 我们同修都非常清楚 顺你的根在孝敬 孝养父母 凤死四长 这两句是世出世间 大胜大行 教给我们的根本 随顺发泄 随顺道德仁义理 祝佛如来教化一切众生 从这个地方开始 也在这个地方圆满 孝敬大道圆满 就成佛了 那么我们可以这么说法 佛家的教育 彻时彻宗 就是孝敬而已 佛将这个孝敬扩大 一切众生 在《戒经》里面常说 一切男子是我父 一切女人是我母 这个把这个 校养父母扩大了 扩大到 尽虚空变伐界一切众生 我们在华言上看到 一切众生 情与无情 皆无善之事 华言上讲的善之事 就是老四 不但虚空伐界一切 有情众生 是我的老四 我无情众生 也是老四 这是把孝亲尊师 讲到究竟圆满 讲到究竟出 我们能把这种事情落实 这个人叫陈佛 认真努力去落实 还没有达到圆满 这个人叫菩萨 落实到究竟圆满 就成为佛 违背这个教会 这个人叫凡夫 六道众生 讲孝尽 不能达到一切众生 职于自己的父母尊长 甚至于 说到老无老 以及人之老 又无又 以及人之忧 这个境界不错了 往往限于 我们自己一个国家 一个族群 不能达到 像华言里面所说的 不分国土 他那个地方讲的国土大了 他是讲不服国土 每一尊佛教化区 是一个大全世界 不分国土 不分族群 不分宗教信仰 真诚 清净 平等的 去敬孝 去修敬 这是大成佛法 因此 在人界无 我们能常常这样想 就叫做念佛 念佛 绝对不是 口里头 止于佛号 止于佛号 像唱歌一样 什么意思呢 茫然无知 你怎么会得受用 念佛的名号 像佛的存心 像佛的行义 像佛怎样出世 在人界无 这叫真念佛 观像念佛 看到佛像 也想到这些 观像念佛 所以我们要会念 会念 念久了 我们的念头 就转变成佛的念头 我们的心 就变成佛心 我们的心 就变成佛心 佛的心 是孝 佛的心 是敬 这两个字 把祝福如来 所说 无量 无边的法门 全包括 敬 那么我们 做佛的弟子 无论 无论在家 出家 自己 一定也想到 我们是佛的形象 是佛的代表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到底有几分 我们能够做到一分两分 就不错了 八分之八分之八了 你成佛了 大概你能做到个八分之三十四十 你是真菩萨 第一得意教 第一得意教 封信 同学们 现在大多数 都受持 无量寿静 我讲无量寿静的时候 多次 全民同学 我们能把无量寿静上讲的理论 明白了 通达明了 智慧开朗 能把金中所有的教诲 都落实了 百分之百落实 你将来 往生 决定是上上平 哇塞 有把握 有信心 你能够做到 百分之九十 上中平 哇塞 要做 最低限度 也要做到百分之二十 下下平 哇塞 至于西方世界讲的司徒 那是菩提心上的问题 上上平 菩提心 长级观图 上中平 菩提心 实报 好壮专言图 中平的菩提心 方便 有余图 下平的菩提心 凡胜 通知图 清清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摆在我们面前 金 不是止于念 念给佛菩萨听 错了 在佛菩萨 在佛菩萨面前 读经 是修孝尽 如同佛菩萨在我面前 我读经是 接受佛菩萨的教会 我真的懂得听懂了 我真发心去找座 从哪里做起 无量寿经 真正使圆满到基础 序分里面 就把这个答案告诉我们 你看第一句 贤供尊修 普贤 大事 只得 这是 进宗修学的 总纲领 经文一展开 你看看 介绍 听众 声闻众 菩萨众 在佛菩萨众 介绍完了 第一句 先供尊修 普贤大事之等 净土中修 这不就清清楚楚 明明白 从哪里下手呢 善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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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业 不及他过 善乎 深业 善乎 意义 这是教我们 从哪里下手啊 善乎 三业 把口业 放在地上 今天社会 为什么这样的动乱 大家不懂得善乎口业 造业 生于义 都造业 最容易造业 是口业 所以他不说 生口意 口生意 我们如果生 能够守株 不犯略意 略意 隐身 就是法律 我们一个人 生活在世间一生 不做犯法的事情 遵守国家的法令规障 遵守社会上的 风俗习惯 道德的概念 我们一切都不违反 这个人是好人的 善乎义意 清净无然 所以经典一开端 就把修学的纲领 告诉我们 神于义 到最极清净之处 这个人就成佛了 所以我们常常看到佛心 特别是画像 画像看佛 这个头部有个圆光 圆光顶上写了三个字 Ong Anho Ong Anho什么意思 身口意 身口意 做到究竟人满了 所以佛陀的教接 教出去 从十善开始 到最终极 十善圆满 十善圆满 Ong Anho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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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的 古着 清净万论 清净万论 讲的细节 这是讲的总纲领 我们掌握着总纲领 然后慢慢再学细节 细节 在大臣里面讲 五十一个菩萨界位 每一个界位 境界不相同 无论在理论上 在行持上 有全身广辖的差别 那么由此可止 最低的界位 出行为的菩萨 这最低的界位 要发菩提心 要行菩萨道 什么是菩提心 经论里面讲的太深 不好懂 佛有无量无边的方便 佛教我们发愿 四红十愿 就是菩提心 每月里面 都包含着 《起行论》里面所说的 执行 身心 大悲心 观无量寿佛经上所说的 至尘心 身心 回向发愿心 这个四愿 愿愿都具足 所以真正法四红十愿 第一线 众生无边十愿度 众生无量无边 都是什么意思 由现在代的话来说 帮助他 为他佛物 要发为一切众生佛物的心 这个仙业法 真的 你就成菩萨 凡夫 念念是为自己佛物 为我家庭佛物 这是凡夫 所以震掌身健 震掌我执 震掌身健 震掌我执 怎么能特立六道轮回 我们现在懂得六道怎么形成的 六道就是我进我执形成的 破我进破我执 六道就没有了 超越六道了 所以人一发菩提心 六道就超越了 我们这个身 现在在六道 在六道不是我的身 我这个身是为众生佛物 为众生佛物的一个工具 这不是我 如何为众生佛物 下面三条就说出具体的办法 第一个断烦恼 断烦恼是为自己 不是 为众生 做给众生看 是为众生断烦恼 学法门也不是为自己 是给众生做样子 好学 希望他看到我这个样子 他也能好学 断烦恼是培养自己的德行 学法门是成就自己的学术 成佛道是 转烦恼成神 你们大家仔细想一想 是不是这样 烦恼无尽誓愿断 转悟为善 法门无量誓愿学 转迷为悟 佛道无上誓愿尘 转烦恼成神 我们真的明了 真的肯干 我们就像佛了 就是代表佛的形象了 佛菩萨在哪里 佛菩萨就在我们这个形象里头 自己每一天 去塑造这个形象 这个形象总有一天 被你塑成了 你真的就超犯入身了 佛家讲的圆满 我们要认真努力 去学习 经要多读 要多听 多思维 多体会 然后把它落实在我们的生活行为 落实在工作 落实在厨师 待人见 这是真正说佛 好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地 这个两句意思还没有讲完 明天我们继续再讲 谢谢大家